《雪中汗刀行》第一季已经结束 作为一部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庞大的读者群体为其增加了不少的播放量 虽然观众对这部电视剧褒贬不一 但是从其背后展现的生液价值来看 十有八九会出第二季 那么依照原著又有哪些剧情必不可少呢 一 王先知出城 两位天地的旷世大战 这一部分是书中的经典名场面 是一座江湖的传承 从李淳刚到王先知 再由王先知到徐凤年 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而且徐凤年由此成为真正的巅峰高手 也是他的成长不可忽视的一段 其中戏分下来还有几个场面也不容错过 赫赫姑娘数次不计生死的阻拦 将这个角色不断丰满 看似傻傻的姑娘 心中也有着自己心中的坚持 他忘不了徐凤年对他的恩情 他不允许谁去杀他 强若玄疏如此之大 他依然义无反顾 轩辕清风拦路 巾帼不让须眉 即便是面对王先知 也敢问女子怎么了 这一战让他兵临绝境 心有所悟 武道之路越来越宽 旁门左道也可登堂入室 剑持王小平 从练剑起便立志 只要出一剑 出剑之后 输剑之前便是一次陆地神仙 一剑在手 仙人与我如浮云 他拦王先知一节江水做长剑 剑一剑气都足以称之为 当世剑术巅峰 然而他面对的是王先知 死后一剑有如此光景 此生也不复剑了 黄龙世 我写春秋已尽天地 送徐凤年一场逍遥游 让徐凤年的三教合一真正完整 这是让徐凤年能有王先知 真正大战的一剂关键手 同时 一直冷眼旁观的黄三甲 也是在此刻得到了丰满 他是藩书人 却也是书中人 呵呵姑娘是他的义女 二 子抱母仇 大闹青天剑 无素之死与青天剑脱不了干系 当韩生轩 柳薅施 赵皇朝等都死后 徐凤年的目光 自然要放在青天剑 照理说 这一段极大可能会消失 避免无法过审 不过在第一季的结尾中 既然留下悬念 那么 还是很有可能会上演这一幕 让徐凤年彻底报仇 解开心结 毕竟除了无素之仇 还有一个外公 齐恋华死在这里 照住这位黎阳新帝 以曹运三百万石为筹码 杀一人 扣一千石 徐凤年这位新的北梁王 则完全无惧 无论杀多少人 黎阳也是一时也不敢少给 这是一场碰撞 两位年轻 却位高权重之人之间的板手腕 青天剑 拜乡请先 龙虎山历代飞升 大真人降临 这种场面 纵观全书也是极少见 但是可惜他们面对的是 四大宗师之一的徐凤年 更是杀过天人 也杀过天龙的徐凤年 最后只能消散于天地间 另外 还有红喜相再现 三 江四女帝归北梁 西楚霸王汉泰安 这一段又是一波大高潮 自北梁生生不答应之后 大雪龙旗下江南 北梁军武 迎回他们心中的北梁王妃 而曹长青也是真正地解开心结 彻底放下 告诉天下他的不答应 犹如转霸的曹长青 绝对能位列雪中汗刀行 食人之猎 一人攻城 是轻衣绝唱 壮烈而悲凉 他若不想死 世间谁人能杀他 可是 他若不死 江尼又如何能解脱 江尼是西主皇后的女儿 他曹长青 如何能看他如此 徐凤年将江尼接回后 也算是两人真正地在一起 有情人终成眷属 另外 两莽之战 估计不会出现在第二季 第一次大战与第二次大战 内容实在太多 若是经见不少地方 又会失去那股味道 也有可能会合并在一起 成为最后的结尾 只是不知十八宗师 坚守巨北城该如何展现 还有一点 不知能否听到那声 小儿尚久 不知能否 并不知能否 就能否 都能振大